大家好,我是小秀 你看我家的稻谷多不多啊 这些都是第二季水稻的收成 一共有100多包稻谷 每袋稻谷差不多有80-90斤吧 哇,还是挺重的 我家一共种了10某地的水稻 今年的收成还是不错的 比七年好很多 因为七年太干旱了 今年的粮食也涨价了 早到卖到了114元100斤 不知道晚到可以卖到多少钱100斤呢 反正比去年好很多 去年只卖到了108元100斤 给你们看一下我家的稻谷 还不错吧 这是短的稻谷 这稻谷已经晒了两个太阳了 这碗稻一定要晒两个太阳 它才会干 挺饱满的 水稻是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家一共种了10某地的水稻 一共种两季 除去成本的话 一年收入只有一万多一点点 是不是有点少啊 勉强够过日子了 哈哈 重点真的不容易啊 生活真的太难了 你们那边现在水稻是多少钱一斤 可以告诉小秀哦 有谁来收购我家的稻谷 也可以告诉小秀哦 我家一共有一百多包的稻谷 差不多有一万多斤了 哈哈 算是种田的大户了 哈哈 哈哈哈 嘿嘿 嗯 嗯 嗯